为了提高目前公众AED的使用率 提升急救的成功率 台中荣总普里分院 日前办理听见AED智慧警报器记者会 并将AED警报器捐赠给普里酒厂 18度C巧克力工坊 以及普里证公所等三个单位来使用 副院长蔡泽宏表示 透过AED警报器详气 也会连线消防具以及发送讯息 给会使用AED急救的志工讯息 来让有在患者邻近的人员或单位 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急救提升成功率 也希望透过这样的模式推广 扩及其他地方守护民众安全 第一步就是能够透过AED的一个连线 跟消防署以及消防局的一个配合之后 能够在病人打电话到119之后 启动听见AED的警报 让警报器能够增加AED的使用 那AED到了现场之后 还需要配合全民的CPR 能够把病人的急救 能够快速地去做急救 让很多的民众了解 急救CPR不是那么难的一件事情 那最后我们再把这样的一个成功的模式 复制到其他的很多的地方 AED警报器发明人陈志宇表示 因为他是急诊医师 看到许多急救不成功的案例 因此才想要研发一个 能够串联志工AED设备 消防及医院的警报器及APP 在需要急救时能够将整个串联起来 提升急救效率 挽救宝贵的生命 那急诊师遇到最危急的病 就是到院前的心跳停止 那这样子的病人呢 我们觉得是需要在急诊之前就救治 而不是到急诊才做处理 那怎么样急诊之前救治呢 我们就到了消防队消防局 所以我们在119指挥中心 请119指挥中心的派行员 教民众要做CPR 我们就听到民众说什么 我不会做啊 你教育就赶快来啦 我没想啊 这些的人 那我们就想说 假设他真的不会的话 那有没有会的人可以过来帮忙 也许附近就有很多会的人 所以我们就想说 要研发一个装置 把这些会的人连结在一起 让会的人可以聚集在病人身边 前往协助 不只是会CPR的人 还有病人身边的AED 也可以被连结 然后带到病人身边 副医长排一圈肯定 台中荣种普立分院 推广AED智慧警报器 提升其就成功率的用心 也希望政府部门 能够帮忙来推广 让AED警报器可以普及 才能够在万一紧急情况发生时 挽回宝贵的生命 记者陈伟一 普立正采访报道